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吕洋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雷鸣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徐伟老师 欢迎 当然还有我们广电邦邦团的老师们 欢迎两位 来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请看 他口口声声说 现在对我很上头 但是却不用实际行动表现他对我的爱 做事只会考虑自己 当初是他追了我 但是现在我很认真对待这段感情 上感恩对他好 他却总是泼我冷水 我真的很无奈 他做事很冲动 根本不会换位思考 替我着想 而且还总是挑我的毛病 我觉得他一点也不爱我 我觉得谈恋爱就应该是冲动的 但是他在恋爱中却特别理性 根本不珍惜我的付出 我真的接受不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曲线 28岁来自吉林公司支援 女嘉宾吴女士 32岁来自陕西 人力专员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比她大一点是吧 是啊 今天谁要来 我要来 我跟她相处以后 就发现我们之间存在了很多问题 就现在已经很难解决了 谁追的谁当时 我追的她 现在这女生都勇气够大的了 其实我们这个就认识起来 就说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刚开始的时候 她喜欢的是我一个朋友 然后我那朋友 就是那种腹败貌美大长腿 然后后来我们谈对象之后 就也没多长时间 可能三个多月吧 然后她就老跟我提说 想跟我合租 我本来就想着 我们现在甚至的时间也不长 然后我们可能在精神层面 还有就是未来的人生目标 就没达到一致 我就不同意 然后她给我提了好几回 当时我想是什么呢 我们夜市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俩都是在北京 也不能老这么 就是像艺艺恋似的 我带风台 她带朝阳 就是两个区 那是庭院 就是有点远 上边我送她也比较费劲 我想是既然我们俩都在一起了 平常生活上能多照她一些 能跟她黏在一起 但她就是做事情太冲动了 因为这个事情 她就一直没同意 她都没跟我商量 她直接就去她单位 把宿舍给退了 拿着三里桑 然后过来让我收留她 就是装可怜 然后让我收留她 那你收留了吗 没有 这姑娘可以啊 没收留啊 那再搬回去呗 因为我喜欢我比较冲动嘛 我当时内心想法就比较冲动 我就跟那个单位一说 我把宿舍退了 退了之后我就连行去找了 我其实想也是逼她一把 我把行李拖回去之后 我这拿行李大包小包过去 她能直接能接受我 起码她能可怜我呀 没想到这种觉情 我这也不是觉情 我就觉得我有自己的原则 她就是非要去 她强迫你 对 后面就是我自己做投资 然后就是投资失败了 损失了十万块钱 我就心里其实特别难受 我跟她把这个事尽造 然后她就在这 就把这当成一个机会 就是说 你现在是那个低估 我搬过来陪你 就是度过低估期什么的 那还不就是 想着就合同那个事情吗 好好好 我想是她经历这事之后 我想安慰安慰她 我以前我也经历过这些事 我之前也做投资 也失败了 也赔了几万块钱 正好借这个事 然后我现在能去 陪她度过这段时间 生活上给她一些帮助 也能去安慰安慰她 然后我心她能接受我 结果到那就是 然后后面因为这个事 我没同意 她就拿了五万块钱 她跟我说 这就当我给你的房租 然后就想用钱的时候买我 因为我喜欢 因为我爱你 我想是什么呢 你说什么呀 人家还来交房租的 五万块钱 你投资失败了 我直接补贴你不太好 我交房租 我们俩在一起总行了 是这么想的是吧 我就觉得她就是想用钱砸我 她拿钱这个事情 就让我更生气了 我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不是说你用钱 我就能妥协的 对 女生是有底线的 这么想也不对 我想是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我爱你 她就一定要合租吗 我也不一定非要合租 我们俩去之后 我能照她 你说的可是房租 要是喜欢她 你爱她 这事 哥们帮你分担了 这五万你拿走 不附加任何条件 这起码算个仗义 你非管这五万叫房租 但意思是 你可不能慢慢轰我 我想什么呢 就是我把那钱 行了 没事 您接着聊吧 没事 雷老师明白你们那个心思 行 姑娘做得不错 这算合租风波 这之后两个人关系怎么样 就我们在一块 就也会聊前任嘛 正常来说 就是我们聊前任 我都说人家一些好话什么的 分手肯定也都是 双方都有原因 咱就不可能是一个人的问题 然后就每次聊起前任 他就跟我说 就全都是人家的不好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那个前女 我跟他住一起的时候 就每天背着他 就在那个卫生间里 跟别的男生发微信 然后就说人家那个女生 把他当傻子样的 骗了好久 全都是些负面的信息 因为他说这个话 我甚至对他人品 都产生了质疑 我觉得怎么可能 就是人家一个女生 怎么就全是问题呢 然后因为我是做招聘的 然后他就说 我直接并不犯了 说我见不得人家 说老东家的坏话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经历过 这段感情 我想是我们俩竟然在一起 我想跟他说说 让他能多理解我 你想让他理解你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也是被人欺骗 我想跟他就说一下这个事 想让他也多理解理解我 他老是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 我当时就挺 这不是个事啊 就还有后边 就你听我说 还有后边呢 重点的毛就在后边 然后他就让我 就心里挺犯迪雾的 我就给他前去手打了个电话 就是想问他 不是 你在做他的被调是吗 他给他前去手打了个电话 厉害 我觉得他这事就做挺不对的 不是 我打这个电话 也就是想了解他这个事实 对吧 行 行 行 你了解的怎么样 人家也没说他啥不好 就说他那个恋爱脑 爱饭手机 恋爱捏人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就没事了 他就说 我给他做被调 然后就跟我吵架 主任 我觉得他做这事不对 我跟你说完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不应该去调查我 他在工作上就是一个 做那些人力资源 就是喜欢被调别人 在生活上你要被调我 那肯定不对 我也不是被调 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 我觉得你没有什么资格 去调查我 他之前出过三个男朋友 最长一个才两年 你被调过吗 我跟他说的 他说的话够难听 他说我最长一段谈了两年 谈了三段 说我这是职场上就叫 老跳槽不稳定 你看他这话说的 好好好 你说这件事是想表明什么呢 他后面跟我们在一块 他就也是这样老挑人毛病 他都不是那种鸡蛋里挑骨头 他就是鸡蛋里挑钢筋的那种 就我正常我工作 他也吃醋 我这个工作就是要跟人打交道 然后我之前联系一个 就要入职的人选 我好不容易谈了两个月 我才让人家答应 我就是来我们公司 结果后来他们公司 给他就涨薪 涨了百分之五十 他肯定就是被挽留了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事情挺对不起我的 然后人家就说 来请我吃个饭 当时我是吃醋 我因为我吃醋 我才不想让他去 当时那男的还说过 明确表达我想追他 然后他还 你都看不懂 你一会儿 这儿就能打渡 你一会儿 我不想让他 你一会儿 你一会儿 比喻 我记得 我 你和愿期 你一会儿 我 我就 你和你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天去世了 我就觉得他一个人一天在北京就挺孤单的 然后要过年的那会儿 然后我就跟我家人商量 就是能让他来跟我一块回老家过年 就是能感受一下这种 就是家里人很温馨的这个氛围 然后我就跟他说 然后他就不同意 他就飞不去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父母要求这个女婿 在北京必须得买房 有房 就以我现在经济条件 不可能在北京必须得买房 我是嫌 目前存款只够结婚用的 所以你不愿意见他父母是吧 我不可能去见 但没有一定经济条件 我父母说的那个标准 他就不是说对他说的 就是他就跟我说 就是希望以后你男朋友 就是能给你买一套房子什么的 我跟他说完这个事情 不是给他压力 我是说希望我们俩一块去面对我父母 然后去向我父母争取一些支持 所以今天来你要表达什么姑娘 你觉得他跟你合适吗 你想嫁给他吗 我直接问吧 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一步 你谈恋爱的目的是 以结婚为目的地谈恋爱 还是说我就谈着恋爱玩 我是以结婚为目的地谈 但是 这个人是现在的重点考核对象吗 我开始这个恋爱的时候 别说开始 我肯定是认真的 就说一年之后的今天 他是你要选择的结婚对象的 一个重点考察对象吗 我现在不太确定 连这个都不确定 他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按照你家庭的标准 他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对吧 他不懂得照顾人 他的心眼比较小 这是你刚才描述的一系列的缺点 那么这个男人有什么优点 我觉得他还是挺踏实的 努力上进 我没有听到你讲他 踏实努力上进的任何事实 一年恋爱谈得憋屈是吧 我心里肯定憋屈 就很多事他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感觉不到他爱我 我感觉他心里就是不在乎我 好 你想娶他吗 我肯定我也想娶他 我也想给他一个好的生活 但是一些事就到这儿 我们矛盾也这么多了 今天是你要来 来分手 我的目的是 我觉得他就是在嘴上说 他就是喜欢我爱我 你直接说你需要的伴侣是什么样子 我可能就是希望他是真的就是能够在很多事情上尊重我的想法 照顾我能够多就是给我 听你的话能照顾好你 来 你心目当中妻子的标准 就是俩人互相在一块 就是能感受 就俩人在一块 能互相 就能溺谷在一起 对能能感受到对方 你看你就这点事 然后生活着互相照顾 然后还有就是体贴一点 温柔体贴 懂照顾人 对吧 对就这些 差距还很大哦 你搞清楚今天自己来干嘛了吗 我确实来的时候是犹豫的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 我应该就是 说白了就是 我不知道要不要跟这个男生继续发展下去了 你犹豫了 行了老师们看看怎么帮助这对小情侣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觉得在今天你们的这段爱情故事当中啊 女孩子一直像是在用这么长的时间 在去找一个答案 这个问题是什么 你曾经喜欢的是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孩 为什么今天会选择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对于你这个标准的改变 她不确信她可以去替代 或者说是更新掉 你对于爱情的那个审美与选择 所以她一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选她 但是这个话反过头来 我觉得我想跟女孩讲 她之所以会去选择原来的那个女孩 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个世间的花会有千百种 她正是因为见到了千百种花之后 她才会知道 她原来选择每一朵花都可以找得到理由 你之所以会拒绝她搬过来和你一起合租房子 我觉得本能你是在没有找到答案的情况下 在及时止损 我跟你说爱情当中特别害怕具象化 她要是曾经喜欢的那个人你没见过 你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个样子 关键是你见过 你特别清晰地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另外男生我特别想提醒你啊 爱情是一场情绪游戏 你得把情绪给足了 你得把需要的东西给到位了 你们现在的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往下继续走 而且我觉得有些答案呢 你不用一直要去追寻 为什么你选我不选她 你和那个女孩是完全不一样的花 你有你的好 她有她的好 非要放在一块儿比 它不会有可比性的 你除了为难自己 谁也为难不了 吴女士今年多大岁数 三十二 许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二十八 你比你的男朋友大四岁对吧 是 你需要结婚吗 父母是希望的 问你 我自己其实也有这个想法 有是吧 有一种我都快凑合不下去了 回头一看我三十二 她二八 这不凑合都得凑合 我倒是凑合不凑合 有这感觉吗 现在就是 就觉得这个感情 不知道就该怎么进行 我们下去 那我问你这么件事 一说跟你合租住一块去 哗叉拍五万 赶紧 我告诉你啊 我单位宿舍我可退了 今儿晚上我不睡你们家 今儿晚上我就得睡马路牙子 你收留我吗 她为了跟你合租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对吗 是 可是要见你爹妈 我可不去 对就是我这个事情就是 这两个行为搁一块说明什么 反正反正我心里 你告诉我 你爹妈我不见 但是 我就觉得 我不管是耍赖还是掏钱 我得跟你住一块 你觉得这说明什么 你自己说 我就是觉得他就 我这个感情就是 没有以后 这个曲先生 刚才我说这俩事不冤枉你吧 你说你是奔着结婚来的 你亲爹亲妈我可不见 你是奔着结婚来的吗 你告诉我 我想的肯定是奔着结婚的 那你为什么不敢面对他父母 因为我现在经济条件在这 商量 我是单身 我本来我是单身家庭的 他父母有他父母的期待 你要是愿意跟他结婚 你起码有胆量面对他爸他妈 咱能商量吗 商量不成 我也努力过 我想我们本来矛盾就这么多了 我想我再去他父母再挑事 再挑剔我这个 不该挑吗 我老婆更加了 亲爹亲妈挑一个未来的女婿 这很正常 我父母要是挑剔肯定是正常的 我想他还好好表现 然后我在我父母面前 也多说一些好话 我们一块去面对这个事情 就是啊 这事能做 为什么你不做 就是老师 带我内心吧 就是我这个人 就是我现在家里就剩我自己了 我想的是 我没有一定经济技术 我不可能去面对 正合适上门都成啊 家里 父亲母亲已经过世了 这个时候就我一个人 反正现在我想找一个家庭环境 咱们商量一下 对吧 是 好多事能做的 你不做的 但是有些事不那么着急做的 你可几次三番都得做了 是 我想就是 还是把精力掌够再去 行 没事 慢慢攒着吧 吴女士啊 我告诉您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必要为了什么 不能凑合 它非得凑合 要是都不能凑合 非得凑合了 你这不是难为自己吗 你说你怎么开心点呢 就是我 我觉得我能说明白的都说明白了 怎么选择在您啊 我讲完了 男生我问一下 你觉得自己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 就可以娶一个女孩子回家 咱就各走各路 各走适合自己 这个人生阶段的伴侣 我们画一个句号 道一声祝福 这不是最好的结局吗 女生很想结婚 但现在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信心 你对你们的关系是否有信心 你对自己是否有自信 你的孙子比较大 你很焦虑 你发现 她其实先喜欢的你的闺蜜 对吧 所以呢 她会研究闺蜜喜欢什么 你认为她对你心不真 她现在着急 麻荒地要跟你合租在一起 你认为她心不正 她不敢去见你的父母 你认为她心不成 所以你始终是在考验她的心 所以你始终 你可能还像杨老师说的 你留了一扇门 留一种可能性 你去和追求你的人吃饭 虽然你没有什么不正的想法 但是至少 你不能在一棵树上拴死 这个人既然赢不得你的信任 为什么是她呢 你一开始是追的她 你看中她的那些点 她现在还存在吗 你告诉我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开始 变化了是吗 是 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就发现 她对我其实 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所以既然 你对她已经有欢迎 为什么不分开呢 究竟 这是你的性格所在 对 既要又要 很难决定 因此 才到了这个地步 所以你千万 不要把自己的焦虑 或者自己的疑虑 让对方去证明 他做不到 永远做不到 你不是考官 他也不是考生 你要这么去考验一段感情的话 趁早离开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怎么就要合适 你觉得很舒服 但你现在都不 你怀疑 充满着质疑 所以这段感情 已经变味了 分开 我觉得也许是一个好的决策 谢谢曲总 帮帮团团老师们 广电帮帮团团呢 我就想说 姑娘 我能帮你的就三个字 打直球 我真的建议你不要绕 就好像你今天的这个 这个肢体动作 你再绕 然后你再前后的去退 绕来绕去 你就只给 你把他也给绕迷糊了 其实最终最终的结果 你把你自己给绕的耽误了 不合适早点跟人说 分了手就算了 没人会因为这个而谴责你 男生倒是有一个问题 本身就是单亲家庭 然后父亲又走了 单独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商量的人 是吧 二十八岁也挺难的 雷老师其实给你一个 很好的一个视角 陆坠听起来像一个玩笑 实际上面 如果我们看 婚恋是一个市场的话 这也许 还真是你在婚恋市场上 稀缺的那一部分 对于女生来说 现在要跟她分开 道理是因为什么 你得想清楚 是条件不够吗 还是说你压根不爱 还是说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了这个男生 没你想象的那么优秀 直接告诉男生就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会生活 选广电真情六十秒 我今天想借这个平台就好好跟你说一下 可能确实我之前 就是一直在纠结 我们并不应该分手 现在 我觉得并不应该耽误你 刚才那个老师也说了 我想是很多地方我也能改 我也很多也不考虑你感受 我想是就是 如果要是能那什么呢 我就想还是想继续 没话了 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吧我们做一个预测吧 我相信他们一次吧 我觉得女孩子出不来 出不来吧 离开的时候起码内心深处轻松了 对我觉得其实不出来对他们都挺好的 去找适合的其实才是正经 我觉得双不出 好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女生在吗 一开始是不是就没爱上啊 刚开始我肯定也喜欢她 只是喜欢嘛 就是没爱上嘛 爱情别将就啊 别着急 好吗 还有什么话对你的前女友说吗 我祝她幸福吧 以后我能找一些更好的 谢谢 也祝您幸福 请回 祝他们找到他们爱的人 然后幸福地走下去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请看 贤妻服我清云制 我还贤妻万两金 我不知道你们听的这种话是什么想法 但是我男朋友跟我说完 我会觉得他好像在给我洗脑 让我无条件地支持他 但是我们毕业了 就是要面临着异地和找工作的问题 他为什么口口声声说为了陪我 为了我而做出这一切 为我做出了牺牲 让我感觉到很不舒服 现在想想之前的这几年 他也并没有好好地爱我 重视我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和他走下去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男嘉宾刘倩是24岁 来自黑龙江学生 女嘉宾李女士23岁 来自吉林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毕业了吧 毕业了 这一毕业就分手是吧 定律是吧 你说分手这姑娘就要哭啊 舍不得是吧 今天是他要带我来的 对啊 他可不得带你来 他怕分是吗 你看哭的呦 不给擦擦眼泪去啊 回去吧 这一看就是在大学里面感情特好的一对小情侣 一开始感情是好的 但是到后来时间越长我们发现我们俩的问题就越多 现在就是毕业了打算一起去杭州 然后一开始就是说房租的问题嘛 然后他就说让我养他 让我就是付一个月的房租 然后我说现在是我有工作的你没工作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俩可以一起商量 一起去共同去分担 但是他就一直不同意 我们因为这个也吵了很多的价 这什么好吵的呀 现在你们在杭州工作是吧 对 是我找到工作了 你找到工作了 对 但是他还没有找到我的状态 你还没找到 接着找不就完了吗 我们一直争吵 我们在吵的过程中他也从来不让着我 让我感觉到这三年都很心累 而且未来他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就是让我感觉到很迷茫 就吵啥为啥吵 是这个房租的问题 因为我们之前是约定好了 然后我们考试就是谁分数比较低 然后给就是分数多的那个人 工作第一个月的房租费用 然后我觉得就是商量好的是 我们一定要就是履行这个约定嘛 因为是第一个月嘛 就是在学校中 你分数比较高是吧 对 所以他输给你 第一个月的房租 他只比我多了四分 而且我那两颗分数现在都过了 多四分 多一分你也得那个 你别玩赖了你 对 我知道我没有玩赖 这在男生看来这个小赌局 在女生看来性质可就不一样对吧 对 而且是我到那个地方 也不是我出去挣钱嘛 我就希望他能理解我一下 就是第一个月我的生活费 我的工资也很少 那如果是我实在承担不起这个费用上 我之前也跟他商量过了 我说能不能之后再给你履行这个赌约呀 然后第一个月你也别不出去在家 你就跟我一起去工作 你能出多少是多少嘛 为这个事情跟我较真儿 所以你会觉得他颓了 才是你难受的地儿是吧 对 就为啥不出去找工作 是不是有旁的打算 在这个阶段我也在找工作 就是这个专业方面的工作 暂时没有找到就是特别合适的 然后还面临这个毕业 我们这个专业是有这个毕设展式的 然后我因为这个优秀毕设展嘛 我需要就是准备 这个时间也和我找工作的时间 有一部分是冲突的 未来有什么打算 就是去杭州陪着他的时候 我也找我专业方面的工作 如果没有合适的 我就会打一份零工 然后用其他的时间去考工 这里有两个问题 就是他之前跟我说过 就是他大的时候说 我如果没有工作 你会不会养我 他当时跟我态度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不会 我不喜欢没有能力的女孩 而且打零工的时候也是 他就跟我说 我不会像你一样 用体力赚钱 我要用脑力赚钱 但是他就是说教我很多 但是他自己现在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他反而总是说我 我就感觉压力很大 他属于纸上谈兵型的 对吧 你是实战挣钱型的是吧 对 而且他我觉得他 在生活中也很不尊重我 他觉得我能找到这个工作 全凭运气 你什么工作找的 就是一个外企 这个工作也是 我自己凭自己的努力 然后他就觉得 他一定未来能比我厉害 你啥专业 他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是设计专业 我就是觉得在学校期间 我也因为我的专业 也挣过一些钱 然后他就是 不是特别擅长专业 我们俩专业很像 然后他就是喜欢出去 做一些兼职啊 去尝试别的不同的工作什么的 我就用这个专业赚钱 成不成人在毕业工作这件事 女生比你强 是 他比我先到工作 拜没拜 拜 现在就不要老说叫我 对吗 对吧 就每个人有 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状态 我都没有管你太多 我也没有说说你太多 我一直我都是理解你的 但是我希望 就是你对我也是这样的 好 这事我们听明白了 从玩笑开始 到男生的心理不顺 到女生的憋屈 对吧 还有什么让你们 不开心的事呢 之前旅游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厦门 那个时候我发现 我们两个的性格 就不太合适了 当时在厦门的时候 我们在出租车上吵 吵完之后 在沙滩上 我在那儿坐着 生气了 你就自己去照相了 然后你自己就回去了 你根本就没有理我 哪怕就过来理一下我 然后我们一起去也行啊 没有 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当时就是我们去旅游 他让我把他衣服洗了 然后第二天 我忘记晾干了 结果他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就又说叫我了 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 不开心 我也知道我做错了 我就一直哄他在车上 不是 什么事做错了 他让我帮他洗衣服 但是就因为我没有晾干 然后他又说我了 洗了 洗了 洗了不就对了吗 你错啥了 对啊 就是他说叫我那个时候 然后我在出租车上 我还哄他了 我就感觉一个大男人 你为什么不能 就是让你的点击声 为什么你一天要生那么多气 为什么我有那么多 做不对的地方 到了看沙滩的时候 我就想出来旅游 也是为了开心嘛 我想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还是哄他 我让他说我们走吧 他不干 他一直在这坐着 然后后来我就找路人 帮我拍了一张照片 留作纪念 他就说我不理他 他就是那样 他一有情绪的 他现在自己情绪里 他就不理人 不是 你为什么让人家一起洗衣服 就是他说要洗衣服 然后明天一起穿 一起拍好看的照片嘛 然后他说要去洗 我就觉得 那你既然应了这件事情 你说咱是不是得把它 就是做好吗 那你为什么不能帮 壳在一起洗呢 然后帮忙拧一下晒一下 这些都做好了 那怎么会 没晒衣服削人家呢 就是当时没有晾干 没晾干怪他呀 还说人家的问题 没晾干怪他 我以为是他忘记晒了呢 原来是没晾干是吧 很多这样的东西 就是让我去做 然后我做不好 他又要说我 你应该都以火箭上天 怼天哪 什么天气呀 什么呀你这是 然后去那个成都旅游 那次也是 他让我给他拍一张照片 然后我也是 跟他拍了之后 我还问他 我说这样可以吗 他又不说话 他不跟我跟头 他就把我自己 又是旅游 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里 然后他就走了 没有 我觉得我需要 就是公平对待一下 因为我给他旅游的时候 我经常去给他拍照片 总是拍一些 就好看的照片什么的 我就特别耐心 然后那天 我正好碰到了一个明信片 那个就是 我觉得对我的设计 特别有用 我让他给我拍一张吧 然后他拍完之后 我觉得那张照片 特别不好说 那你就可以跟我说出来呀 我们俩可以逗逗吧 对 然后他就转身就走了 你说再帮我拍一张呗 没有告诉我 对啊 我说你看 他就转身就走了 不是 你为什么 你说你再帮我拍一张 不就完了吗 对啊 我当时都这么想的 说这多简单的事 你就说出来不就好了吗 我觉得他有 就是对美感的感受 他自己看一下 应该能理解我 然后你的处理方式是 就在那个状况下 我说 要不去旁边待一会儿吧 说让他缓一缓 他就一生气就走了 走了你呢 然后我就找他 我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没接 没有 他根本没有 后来还是我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说你跟我道歉 就是每次最后吵架的结果都是 我妥协 明明有的时候我很委屈 也是我妥协 我道歉 然后如果我不找他的话 那他可能就不会找我了 我觉得就是他那天心情不好 他没有洗头 然后他觉得他自己不开心了 我就我要 就跟他在那个情绪之内 然后就拍照片就这样了 好好好 男生有男生的委屈 女生有女生的委屈 性格确实有点那个 还有什么事能证明 你们性格不合呀 姑娘 前两天也是因为出去玩嘛 我拍了照片 就这样轻轻碰了一下 他就很生气地跟我说 他都很不好跟我说 说你瞎呀 我就觉得一个男生 怎么能这样说话啊 然后回去之后我就很委屈 我在那角度里一直哭 他也不理我的情绪 后来自己就睡着了 哭睡着了 我在这哭他睡着了 然后你更哭了吧 我的情绪很多时候都看不见 他 那天其实是我端了一杯 特别热的那个绿豆汤 他过来一拱我 那个汤就几乎都要撒在我身上了 我当时一下子就来火了 可是你也没有告诉我呀 你就是很生气地对我说 你瞎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会张嘴跟我说吗 这样我也会理解你 可是你跟我一直走啊 我们俩一直在那个道上 拿着那个汤 你也看见了呀 之后我们俩就一直冷战 然后就变成这样的状况 你有没有觉得你确实情绪 有点波动比较大 我发现了 而且控制比较差 特别容易哭是吧 对 你烦他哭吗兄弟 说实话 有一点 我刚开始就是觉得 哎呀 我应该哄他 然后慢慢地觉得 就是什么事 他都有一点这种 就大事小事一哭 就没劲了是吧 对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 就是说不出去那种话的心里 明白 然后他也是 就是平时 他总是大大咧咧的 然后之前我给他买一个 小桃花的金项链 他就弄丢了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特别不在乎 我给他买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他给我买了之后 我当时非常喜欢 我天天都戴在身上 然后当时 就是有一次洗澡的时候 站下来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弄丢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 能不能不要生气 我给你道歉 我真的不是故意弄丢 但是他毫无意外地 跟以前一样 开口第一句 就是先训斥你 我以后就是不会再给你买这样的了 就还是管教和训斥 但是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我自己错了 我希望能先安慰我一下 你为什么老训人家 就是他刚开始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说话 就是特别听我说的 就是说什么 他也都能理解 然后慢慢地觉得 就是他懂得变多了 生活常识也都增加了 我一说 他就觉得我在说教他 要么就是 我一说 他就跟我说反话 我一说话 他就跟我盯嘴嘛 然后就是这个酱 也表现在 就是有一件事 当时他妈妈过生日 我毕设斩 正好就在他妈妈过生日附近 我说我给你钱 然后给妈妈买点礼物 然后你一个人回去 我在这边先干一下 我这种试试啥的 然后他就生气了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 马上工作了 然后就是嘉琳 就想带我去看看 马上就没有机会了 而且并不是像他说那样 当时我们俩看了那条时间 还有好几天呢 我想说你就跟我一起 回去看一天呗 可是你也知道 我们老师可能会临时 改一些东西 然后他最后还是这样 每次的结果 就是他自己买车票回去了 后来我们俩 以前以后回去的 是因为你怕他生气不原谅你 又追过去了 对 我把学校的事都处理完了 那时候他就已经生气了 他就自己跑回寝室了 然后我只能买这个车票了 我们俩就一前一后回去了 妈妈的生日赶上了吗 赶上了 所以今天来这干吗呢 总吵架呀 还想吵吗 不想 我看你们这好像 基本就决定 就是认定彼此为 后半辈子的伴侣了是吧 是 我是这样想 双方父母见过面吗 还没有 因为工作都还没有定下来呀 好 评价一下你女朋友 就是她平常 也挺懂事的 然后也挺乖的 处理事情也有自己能力 但是就是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她对我就是 没什么耐心了现在 因为感觉处得比较久了 你累吗 跟她在一起 有点 评价一下你男友 她就是总说我这样嘛 总管教我 她总是这样说话 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很乖 然后后来的时候不懂事 就是女生她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的 不是说她的思想 跟你的思想不一样了 这就叫做不懂事 只不过是思想碰撞了 一开始是我什么都不懂 那是因为我第一次谈恋爱 我就感觉不是什么事都要听从你 假如说 是的 我什么事都听你的 我变成一个你的傀儡 这样的话你会开心吗 所以 你跟她在一起快乐吗 这大概就是这段情感最重要的问题 是我的初恋 但是我不快乐 你在学校里追的人多吗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有 我就从小一直很乖 我也 就是这四年来 就是她说 不让我去酒吧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 然后朋友慢慢的也都不联系了 你读大学的时候 没有其他男生追你除了她 那有 就是啊 我没追过别人 对啊 就是那些追你的男生 你都没看上吗 哦 就是看 为什么看上她了 因为我觉得她当时就是很优秀 然后处理事情的时候也很冷静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美好的 后来的时候 像是轩酒了 就发现这个管教就不太舒服了 哦 到底是管教还是要求 到底谁更害怕失去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什么是厌恶 就是两个相爱的人 当手触碰到一起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迅速地抽离了 什么是爱慕 两个相爱的人 会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为我好 为我好 我可能想想 那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就会反思自己 不是他一说他为你好 你先自我检讨 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吗 你这心里也太脆弱了 就是你的男朋友习惯在你面前 他把自己摆在一个 有优越感的位置上 他跟你说 我可不喜欢能力不强的女孩 你有没有跟他说过 我也不喜欢那个星星作态的男孩 你有说过吗 我如果说的话就又吵起来了 他会拿一万套话来怼我 你看多孝顺这孩子 他说 你赶紧替我洗衣服 你就没跟他说一声 你自己没长手啊 然后 第二天那衣服没晾干 明明赖厦门的太阳 对吧 他赖你 这个时候你就不想想 这事赖我吗 这事赖你吗 对 所以我觉得这很多时候 就感觉很委屈 明明我没有做错 你委屈了之后你干嘛了 脱协了 还是笑什么 这是一好孩子 你爸你妈真知道 你是这么过了四年吗 我都是挑好的跟他们说 哎呦 天呐 所以 我觉得吧 你既然觉得自己的男朋友 老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 你既然觉得他跟你在一起不开心 咱们是不是能想想别的事 哎你信吗 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种男人 就是 你买的项链丢了 你喜欢吗 喜欢 你喜欢 咱们再买一条 我就是希望他这样的 而不是 信我 不是你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我说这种男孩存在吗 我相信 那你既然喜欢这样了 你跟他叫什么近的 我这不是想不开吗 这你就再给人买一条能怎么着 是不是 对 你觉得自己身上爹味重吗 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 我是就是准备在他马上过生日这个时候再给他买个金戒指的 但是我想说的时候就是 就是说你毕竟弄丢了 我觉得 注意啊 开始了 开始了 你信吗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男孩 他没有后头 但是这些 对 你信吗 我信 我想你保证那样的男孩真的有 对就是我说什么他都会否定 我说但是不对 就是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他死结白咧的跟你强调 你比我低了四分 我告诉你我赢了你一个月房租 你知道他为什么使劲得跟你强调这个吗 我即便明明没找到工作 我也得摆一个胜利者的姿态 我就是为了让你替我付那一个月房租 我救不着 我救不着 怎么着 他是为了这个 哎呀 你听明白雷老师说的了吗 我听明白了 就是 世界上有很多种男人 不是只有你家这个 在你丢了最宝贵心爱的项链之后会训你呢 也不是说所有的爹都会训 闺女说你别丢三落四 爹都不全是这样 别说男朋友了 是有那样的人的 他是不会让你从上场站到这儿 哭到现在没停过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真正的好的情感啊 最基础的一点 你跟这个人是不是在一起天天都很开心啊 你是不是变成了一个爱笑的姑娘啊 我觉得你在没有和他好之前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怎么现在变成一个唯唯诺诺 被男生真的是 哎呀压在这个脚底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呢 你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吗 这三年 你怎么就变成了哭哭啼啼的 你爸妈要看到了 多难过呀 我怎么委屈我们家女儿了 所以其实人生有很多种选择 不是对方选择了我们 是我们选择了生活 你如果始终陷在这么一个情绪当中 说我就希望我男朋友能在我丢了项链的时候哄我 再给我买一条 我等我等我等等等 等到你就变成一个怨妇 爱情也不是等来的 也不是求来的 也不是靠自己低姿态 天天抹眼泪就可以获得的 是我们双手去争取的 是我们擦亮双眼去寻找的 所以我觉得 不是说这个男生有多么的不好 至少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没有收获到愉快自洽 那这就不是好的爱情 也许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出现了 专治这一款男生 但对不起 你不是治他的那把药 男生其实 我觉得你挺享受的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洋洋得意 特别享受他的泪水 人家这么聪明 自己找到了在杭州的工作 没靠任何人也没靠你 对吧 你这大言不惭的说 我比你多考了四分 不好意思要房租 你不应该勤工俭学 自己打打工 因为没找到工作 拖了人家后腿 把这钱补上吗 所以不要以为爱情当中 你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你就真的胜了 回头如果人家真的离开你 我觉得她是获得新生了 她有机会寻找更好的幸福 没有人再这么对你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个女孩你认准了 你要改 你要调整 你要尊重 我们不如人家的地方 我们做得不到的地方 就去改进 就去呵护 所以男生我建议你调整一下 遇到这么一个傻姑娘爱着你 这是你的福气 否则鸡飞蛋打一场空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啊 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选择组成的 谁没选择错过呢 你的初恋经历了四年 你付出了很多 可总是不快乐 哭哭啼啼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改变 重新选择呢 因为我想的可能就是 两个人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 对 我一直以为恋爱是要磨合的 是的 就像啊 我在高考的时候 选择学校 选择专业 我没有任何想法 所以我就听我老父亲说呀 男人得选一个 就是一份技能 这样你到哪都饿不死 所以我选择一个我不喜欢的专业 我进去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专业我并不喜欢 我就决定我毕业之后 一定不做这个行业的事情 但是我不会浪费我五年 我们是五年制的大学啊 所以呢 我就增加什么呢 学习能力 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毕业之后 我就是没一本专业去找到的工作 还不错 所以说这是我们每个阶段 不同的选择 我们肯定都有朦胧不懂的时候 但是我们关键是什么 要利用现代时间 我们要学到一些东西 就诸如你和他相处 我们要想被别人尊重 我们先要有自己的尊严 先自尊 我们要想让别人爱我们 我们先要自爱 一段感情当中 我不能投入到没有了自我 那别人一定不会看中你 所以说一段感情 我们无外乎就会有两个结果 如果你遇到对的人 你就是得到 如果你要遇到错的人 你就是学到 学到之后 改就可以了 重新选择就可以了 不要哭哭听听的 你的初恋 一定带给你很多的东西 有甜蜜的 当然也有泪水 很正常 勇敢地去面对 并且做出选择 就对了 就这儿 谢谢曲总 帮帮团团老师们 作为管理帮帮团 我想说 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彼此照亮 互相成长 但是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 我看到的是 它让你自己觉得自己好失败 然后不断地反省自己 姑娘你一上场 你跟他说了很多 就是你在讲你们的经历 说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在想 如果是你的父母听到 你会 捧在手心里长大的一个女孩 然后要对一个男孩 不断地说这样的话 他们要多心疼啊 我们差在哪儿了 你怎么了 姑娘 你被他洗脑了 他改不了 你不是学设计的吗 小伙子 你按照你自己的审美标准 你给你自己设计一个女朋友就好了 你不要改造他 人家挺好的 而且女孩 你一直说这是你的初恋 初恋是美好的 但你不必执着 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好吧 女孩 我给你四条建议 第一 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一味地付出和自我牺牲 第二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那么美好 但是今天你全程 情绪很不稳定 第三 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学会拒绝 第四 保持清醒 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后给你一个忠告 就是爱自己 保护好自己 才能找到真爱 男孩 以上的警告 同样送给你 谢谢老师们 今天不分开 去了杭州 一定会分开 现在只在学校里面 见到了一个 看似冷静 看似优秀的男生 这世界上男生多了去了 就你这性格 我不知道你要吃多少醋 估计自己都能把自己 气了个半死 这段情感关系 我不看好 你的胸襟不够大 如果你真的珍惜他 给他自由 请你尊重他 其他没别的 女生 这反正要是我们家孩子 我就说赶紧离开吧 有多远跑多远吧 接下来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吧 该说的都说了 女生自悟 接下来进入 会生活 选广电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我有不对的地方 我觉得不应该 就是那么要求你 我希望如果你 还坚定地选择我的话 我会努力去改正的 其实人的性格不一样 人是改不了的 我之前就感觉到 就是彼此有许多的不愉快 我认识到 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了 只是因为我对你的爱 对你的滤镜 但是现在我感觉 女生的思想也需要独立 女性也需要被看得见 我是值得被尊重的 我觉得就是老师说得很对 我就是有很多方面的不足 我也不应该那么地 高高在上的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老师 谢谢听众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 热线是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刘律师预测一下这结果 我觉得如果这个女孩 理智一点 就不应该出来了 都别出来了 我认为在一起不开心的嘛 我觉得她们可能 一时半会儿分不开吧 顺其自然吧 我觉得男出女不出 因为女孩最后的一个笑 很释然的笑 可能意味想通了 要离开了 好吧 我们看看她们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年轻其实也不懂 我不觉得你是主观 故意那么坏的 我真的不觉得 有什么话跟她说 我觉得很抱歉吧 因为她今天上台的 这个状态 其实我真的不是想 让她这么难过 这么伤心的 可能我主观就是 希望她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如果她觉得 我们还能就继续走的话 我就是跟她道歉嘛 如果不能的话 我就是希望她越来越好 谢谢你啊 加油小伙子 请回 生活还得继续 都很年轻 路很长 慢慢地走下去 祝你们遇到 捧你入手心的 那一个人 也谢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ning 他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